在新版本更新后 在弹崽岛的主城区 居然隐藏着一群恐怖的蝙蝠 而众所周知 新版本弹崽岛更新后主城区大街上 随处可见万圣节糖果 那么被官方隐藏起来的这一群蝙蝠 它们究竟躲在了哪里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万圣节新版本更新了 弹崽岛主城区的地上放满了糖果 如果你也见过洒落在地面上的万圣节糖果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新版本更新后 在弹崽岛上出现了一个新NPC 它是南瓜女巫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只圆鼓鼓的弹崽 它并不是一只会飞的蝙蝠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在弹崽岛上 是出现过其他物种的 比如说在恐龙牧场版本 在弹崽岛上就出现了一群可爱的恐龙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崽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万圣节新版本更新后 在弹崽岛主城区中 隐藏的这一群蝙蝠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 在弹崽岛的蓝色摩天轮身后 黑色月亮中 发现了这群蝙蝠的身影 仔细看这群蝙蝠 它们会从月亮的背后 成群结队地飞出来 所以说 在弹崽岛新版本更新后 在弹崽岛的主城区中 出现了一群蝙蝠 而这一群蝙蝠的位置 就在弹崽岛蓝色摩天轮身后的 黑色月亮中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